原标题 被萨达姆判处绞刑的人都蒙着脸 他们有什么来历 现在如何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 美国地面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克了巴格达 后来美国在背叛萨达姆之人的帮助下 将萨达姆逮捕并关押在巴格达附近的一个监狱中 后来在美国人的操纵下 伊拉克临时政府开始对萨达姆审判 在经过三年的世纪审判后 萨达姆被判处绞刑 罪行是反人类罪 细心的读者朋友都知道 当年给萨达姆执行脚刑的人都是蒙着面的 根据媒体报道 这些人都是萨达姆之政17萨达姆的仇人 其中执行脚刑的柜子手就是库尔德人 还有什叶派的一些人 为了安全 所以这些柜子手是蒙着面的 之所以蒙面也有保密的需要 不过他们保密工作做得再好 最后还是有人暴露了身份 其中有一个人叫萨德尔 有消息称当年执行脚刑的时候 他在萨达姆的右侧 而且也是他给萨达姆戴上绳套并执行脚刑的 这位叫萨德尔的人 之所以被人们知道身份 就是因为他曾在媒体上说过 自己为萨达姆执行脚刑的细节 根据萨德尔的描述 他的父亲老萨德尔 是萨达姆执行时期的一个宗教领袖 因为和萨达姆的政见不同 所以在萨达姆掌权的时候 被萨达姆杀害了 也因此 萨德尔在很长时间内 一直对萨达姆充满仇恨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 萨德尔看到机会来了 所以立刻和美国走了一起 萨达姆被判处绞刑后 他和其他柜子手一样 成为为萨达姆执行绞刑的人 这也算是他为自己的父亲报仇了吧 根据媒体报道 萨德尔在给萨达姆行刑之前 对萨达姆有言语上的攻击 而且他在媒体上还透露 在给萨达姆套上绳子后 故意勒紧 萨达姆死后 他还向萨达姆身体上涂口水 萨德尔说这些话 本来认为 百姓会说他是一个英雄 然而 他的举动 却暴露了美国判处萨达姆 没有任何公正和程序可言 而萨德尔的举动也激怒了伊拉克民众 我们知道 萨达姆死后 伊拉克就陷入了混乱之中 部分民众对萨达姆是有所怀念的 当人们知道 萨达姆行刑前后受到侮辱后 当地民众更是愤怒了 有一段时间 萨德尔也遭到了死亡威胁 甚至不敢露面 除了萨德尔外 还有一些刽子手因为保密的比较好 所以 对他们的具体身份我们不知道了 但是可以肯定 他们都是萨达姆之政时期的萨达姆的仇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萨达姆